Hello 大家好 我是A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发现大家都很喜欢看最贵的酒 那么这期呢 我就来盘点一下 那些最贵的香槟 重要的知识点 香槟呢 是指在香槟产区产的气泡酒 才能叫做香槟 提到香槟呢 我们一般联想的都是那些富豪们 在party上举杯 还已经成了一个高端奢侈品的代名词 但是一瓶要价上千万人民币的香槟 你们听过吗 开始我们的盘点 提到最有名的香槟 一般很多人联想到的就是 香槟王唐佩里龙 就是那个在酒吧里面闪闪发绿光的那个 唐佩里龙到现在为止 最贵的年份是1959年 要价4.2万美金一瓶 你要问我 1959年的香槟 它现在还能喝吗 能喝是肯定能喝的 我可以很实话的告诉大家 那个气泡就几乎是没有了 就跟喝普通的白葡萄酒 没有什么区别 另一款在酒吧里面 特别受明星们欢迎的 不用我说你们都知道是什么 黑桃A香槟 这款香槟呢 它的来头可不小 它的老板呢 是碧昂斯的老公说唱歌手Jay-Z 最记录呢 15升的黑桃A香槟 卖到了9万美金一瓶 OK你要问我 如果有没有一款香槟 它既温柔又刚烈既优雅又精致的 肯定就是水晶香槟Crystal 前不久呢 我朋友跟我分享了这款 2013年的水晶香槟 我喝完了 酒瓶都舍不得人掉 它这种细腻细致的香气跟口感 这款绝对是值得收藏的香槟 目前水晶香槟最贵的年份是1990年 要价18万美金 OK下面要说的是我个人最最喜欢的香槟 沙龙香槟 它虽然呢 价格没有我们刚刚说的那三款轨 但是我个人喝过就是觉得最最最好喝的香槟 沙龙香槟的年产量呢 是一年6万瓶左右 是再好的年份生产 大家想象一下 从沙龙香槟 1920年开始酿酒 到现在100年时间 它们只出了41个年份的香槟 它们对质量的要求 已经到达了极度挑剔的境界 据记录呢 1966年的沙龙香槟要价9000美金 接下来要盘点的这款香槟 跟我们上面说的那几款 简直就是小孤见大物 这款香槟的名字叫做钻石的味道 它的酒标呢 是由18克拉的白金雕刻而成 上面还香了一个19克拉的钻石 哇各位酒鬼们 售价160万美金 上千万人民币 我在想啊 这酒喝完了之后 这个瓶子那个钻石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大大的钻件呢 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OK看完了本期盘点 都稀稀税了 都买不起 各位酒鬼们 想看盘点其他最贵酒类的 在下方留言你感兴趣的酒 我感觉呢 做一期最贵的威士忌盘点 大家觉得如何 想看的扣衣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 三明星都在走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